为大家带来的聂蕾的江湖往事 那咱们书接上文不如下的正题 咱们呢 说你看接着昨天的故事开始讲 蕾哥呢和家带 这也是变成了特别好的朋友了 聂蕾呢也是感觉 戴哥这么大的关系是怎么交下去的呢 也是跟戴哥曲曲经 说你看你跟这种说大半 窄一块 你跟这种真正大哥级的人物 就黑白两道通吃的 你是怎么跟他们交啊 戴哥呢也是给聂蕾分享分享心得 那么聂蕾呢也给戴哥分享分享 我是怎么一步一步起来的 我是怎么从一个老改犯 到村里边戳我几两骨 后期呢在这个青岛发展 一直到现在做这么当 也是有自个独特的生财之道 两个人这越聊啊 心里边就越通透 这越通透 咱都知道戴哥的酒量啊非常的大 两个人就喝麻了 那有这么一句话呢 叫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在青岛大醉了两天 我该回北京回北京 我该回深圳 我得回深圳 就像咱昨天说的 戴哥是96年回到北京定居 平常啊 回到北京的时候 只是说打个晃 溜达溜达办点什么事 因为戴哥现在也是在发育阶段 那94年的时候 戴哥也并不是很大 那你看 两个人这一握手 直接呢 从这个青岛 该回去回去 该回北京 回北京 两个人呢 这就分离了 那戴哥说呢 你看最起码在北京 交下了两个好哥们 这以后再去北京的时候你是找郑光也行 是找戴哥也行 那再好来不计了 那我去深圳 那有点什么事找家代 那都是能给帮上忙的 俩人呢 这就分开了 雷哥继续回到青岛 经营着自己的夜总会了 歌舞厅了 以及说是这个游戏厅了 每天呢 也是日进斗金 那挣的大把的钱 每天呢 也是拿出一部分来 孝敬的黑白两道上面的牛头马面 这边啊 戴哥回到了北京 呆了一段时间 能说十多天的时间吧 就回到这个深圳了 那去打理自己的生意了 说日子呢 这么一天一天的往前过 聂磊和戴哥分离了 大概说能有一个半月的时间 有时候转眼 这就来到九月末了 那马上要国庆节了 戴哥的老婆张静呢 把这个电话 突然就打给戴哥了 那你看是在电话里边 是这么说的 今天拿电话来这一接上 喂 静啊 家代啊 哎 怎么了静 说你看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我回去应该还得再过个半两月吧 怎么的你说吧 有事啊 也没啥事 说你看自从我跟了你以后啊 就每天在家里边宅着 每天在家里边闲着 那个 我不是这个演员吗 你不是知道吗 我知道 你认识我之前不是也拍戏吗 什么广告了 model了 有一些戏了 不也去客串吗 这个我知道 怎么了 你说吧 说你看 有个导演呢 找到我姐们了 跟我关系特别好 就那小红 小红我知道 就觉得吧 这个什么霸王花 那个电影啊 那个电视剧 我就不说名了 就什么什么霸王花 说那个电影啊 觉得我特别适合演这个女一号 然后我这个姐们呢 就要拉着我一块上青岛去拍戏 你同不同意啊 所以你看 咱家也不缺钱 你这怎么还得出去工作呢 说实话啊 你想听实话吧 我当然想听实话了 我这给你打电话 不也是希望跟你商量商量吗 你去行 但是我得了解了解 这个什么什么霸王花 它是什么题材的电视剧 或者是电影啊 不是那种青春偶像剧吧 又是拉手 又是亲嘴 那我可受不了 加莱说 加莱她媳妇 在电视里边 整天跟别人亲嘴 我这脸上能挂得住吗 不是这种戏吧 你看你想到哪去了 它是一个 有关于这个 在这个对对里边 比较强势 也是比较要强的 这么一个女警花 让我去演这个 它是小对对里边 那方面戏 没有这什么情了爱了的 所以你看 那就行 非得要出去工作吗 所以你看 首先第一点呢 这个演戏啊 也是我的一个爱好 我非常的热爱她 那再一个 我也不想说跟着你 你出去了 一说你媳妇张静干啥呀 就在家里边洗衣服做饭呢 我不想成为一个家庭妇女 我也想有我自个儿的一份小事业 这要是说 我往这个演艺圈里边 再施施劲 再卖一卖 你再给我找找关系啥呢 万一说 你看一谋找我一下子 小刚找我一下子 我要真要是感激线上 那出去以后 你领个明星 你脸上不也有光吗 那再一个啊 我觉得我跟这个 龚丽了 跟这些个小庆了 我觉得我这气质 不比他们差啥 我觉得我还是有机会的 你支持我呗 有这么一句话 说爱你的女人 就让她去做她喜欢的事 不有这么一句话说的好吗 做你想做的 错了算我的 你那个大男子主义吧 你可以有 但是你不能剥夺你媳妇 你不能剥夺一个女人 你不能剥夺人家的爱好啊 你没有剥夺人家爱好的权利啊 凭什么嫁给你就只能在家里边 洗衣服做饭看孩子 帮你照顾父母啊 戴哥也不是说这种 不开明的人 直接就说了 只要不是情了爱了的 是不是 没有接吻了 搂搂抱抱这种戏 那你就放心 大胆的去吧 那再一个 我刚才听你说了 你是上哪去拍 我上这个青岛 这个金沙滩这一块 青岛 青岛行 咱在青岛有朋友 就回来了以后 我跟你说的青岛的 我那好哥们 聂磊 你这么的 你去吧 我给聂磊兄弟打个电话 完事了以后呢 我让他接你 你看这接应接应行 别让人家破费 不要让人家打费周掌 对不对 我就过去拍个戏 在青岛可能拍个八九天 就完事了 还得上大连的 还得上东北 东北咱也有朋友 那行了 戴哥 你就给打个招呼就得了 给接待接待啥的 看看有需要 找两个小孩 跟着我点就行 咱们不必要那么高调 剧组里边那么些演员 去了以后 咱搞特殊 那该跟这帮演员 搞不好关系呢 行 行行行 那你这边什么时候去啊 你要是同意的话 我现在手上手上 我现在就走 现在就走啊 对 行 那我给念雷打个电话 那你稍等 晚上以后呢 我再给你回过去啊 行老公 电话趴着一撂下 说你看这一时间段呢 戴哥这一合计吧 说你还让他去吧 万一这样啊 我媳妇又成了一线的明星 那多好 但是上青岛啊 在那个年代人都要个面子吧 走到哪都希望有人接应啊 有人安排 显得有面吧 我在全国各地认识人也多 把电话呀 当时就打给你了 雷哥坐在这个全豪实业里边 那正在这不知道干啥呢 拿个小鸡串金 这电话呢 突然间就响起了 拿着电话这一接 喂你好 雷丽啊 我是家戴 戴哥 这么长时间了 也没给兄弟来个电话 这啥意思啊 看这意思最近挺忙的 啥时候到青岛来啊 那咱们喝酒的机会有的是兄弟啊 有这么个事 我跟你说一下的 你嫂子张静啊 那不是学的表演的 这个你跟我说 我咋的呢 他呢 要和这个挺有名的一个导演 在你们青岛 这个金沙滩这一块呢 又拍八九天的戏 我合计吧 我这在深圳啊 我跟老文涛最近又投资了点东西 暂时回不去 你接应接应你嫂子 那拍两个小孩 身手好的 有眼力见的 跟着他点 那给他开开车什么的 这不麻烦吗 白哥 你这是说什么呢 那怎么能叫麻烦呢 欢迎嫂子来青岛 那你别管了 在青岛方方面面 啥事也没有 那你让嫂子过来吧 完事呢 你把嫂子电话给我 然后他是坐什么车来 不行不行 我让兄弟上北京接的去就完了呗 不用 你嫂子说了 他不想搞那个特殊 就跟着剧组一块坐大巴就去了 到那个金沙滩那你看看他 给他放下 兄弟就得了 行吗 那行 你把嫂子电话给我 完事我给嫂子打电话 行兄弟 那辛苦了 有时间上北京来到深圳 或我上青岛找你咱喝酒 可以可以可以 电话趴着一撂下 紧接着说 你看代哥把静姐的电话呀 就给到念磊了 雷哥拿电话就拨过去啊 贼客气 你记得 念磊这个人一般二般的交不透 不认识念磊的感觉念磊狂 感觉念磊傲 甚至傲的都有点烦人 傲的都有点操蛋 但你一旦要是跟这种人交明白了 你就来吧 你处不好 你就只能自身找原因 对不对 电话巴着一拨过去 静姐当时大包小包 正把那行李箱上放的 电话响起了 喂 嫂子你好 我是代哥的兄弟 我是青岛的念磊 哎呀 你好老弟啊 你好 这个总听我们家这个代哥提起你啊 说这个年轻有为 在青岛做的非常好 说你看这打电话 嫂子 你大概什么时候到啊 来了以后 你就直接上那个金沙滩了 我就直接上那个金沙滩了 说那行 我现在往金沙滩那块等你去 你大概几个小时 我这就准备出发了 北京到那块也不远 你或者是我到了以后 给你打电话也行 不用走了 我过去等着你 晚上里以后呢 酒店各方面我都给你安排好 那太麻烦你了兄弟啊 没事姐 行了 我得这边等着你啊 电话巴着一撂去 哎 李哥当时就说了 说这个走走走 带着兄弟 咱们上那个金沙滩去一趟 上那个金沙滩 干啥呀 家带他媳妇 张静 要来这边拍戏 正好呢 咱过去溜达溜达 我他们还没见过拍戏的呢 而且我听说 跟祖呢 还有一个明星 我看看长啥样 说在电视里边这么漂亮 见着本人了以后 果真这么漂亮吗 啊 雷哥也没多带人吧 带了十六七个 因为现在在青岛 基本上就没人不认识念雷了 走到哪 哎 就全是雷哥了 别看岁数小 那五十来岁老头子 有的比雷哥他爹岁数多大 那见着都得喊雷哥 这是江湖上的规矩吧 领着四大金刚 带着王群立 领了十多个老弟 那开着这四台奥迪100 后边又跟着两个白色的本田 娃娃就奔着金沙滩就去了 老热闹 青岛的金沙滩 有没有青岛的哥们 亚洲第一毯 这个地方太美了 那景色一人 现在说可能沾点污染 但是在那个年代 来到这个地方 那就是避水蓝天 哎 你的心情也能好 你的这个 哎 包括在这个地方 你拍戏了取景 绝对是牛逼 雷哥他们先到的这块 四台奥迪100 就往这一横 后边又跟着两台轿车 从车上这一下来 那沙滩上特别热闹 是不是 游在里边玩这个小摩托艇的 游在这打个遮阳塞 在这晒太阳的 来 雷哥当时几个人呢 把这遮阳塞一打开 哥几个在这就躺下了 紧接着说 你看过了能有两个多小时左右吧 静姐这边电话来了 人已经到了 雷哥拿电话这边一接上 哎 嫂子 哎 到了是吧 来我看看 那个银灰色的那个大巴就是你的车是吧 哎 那就是我的车 那行 你过去等着我啊 好嘞 电话这一溜 走走走走走 走走啊 六台了 六台了 那 聂磊呢领着这四大金刚 领着王群立 当时说你看 奔着那个大巴车就过去了 哎 从车上一下来 静姐也是大包小包的往下拎 是吧 也没带助理 就两个闺蜜来的 这边就说了 那个谁 蒋元啊 过去把嫂子提一下行李啊 蒋元当时上去了 说这个嫂子 给我吧 把这行李一接过来 静姐确实是 就人身上那种气质啊 不是一般二般能播放了的 这一下来 画了一个小淡妆 而且人家画的那个口红的色号吧 你满北京城找去 找不着 姨妈全是从香港那边带个给带回来 输了个小马尾 把小发卡往这地方一卡卡 当时显得就特别的美丽动人 那雷哥当时也是把这手伸出去了 这边呢 也是把手一伸出来 老弟你好啊 张静 嫂子 这头说 戴哥的女人长得漂亮 今日这一见 果然是不同凡响啊 说来吧 是那个 你们的剧组在哪大棚啊 就在这个地方啊 说那行 能让我看看吗 今天就拍呀 导演说了 今天就得拍 那能在这看的吗 那有啥不能 那别人不能 你还不能啊 那刚一说完这话 谁来了 来了一帮 阿瑟 娃娃那就过来了 人家导演呢 也是在张地 找到一个有实力的大哥 说你看 如果在这拍戏 老百姓或在沙滩上在这玩的 乱过来看 他会影响演员的状态 来了一帮阿瑟 把这就给圈了起来了 搭了一个简易的小工棚 这就开始工作了 当然了 阿瑟也认识进来 在疯的时候 在圈了这一块的时候 聂蕾当时过去了 咱们那想给我也圈了 走啊 你看你这说啥 别人不能看 你还不能看吗 是不是 看吧看吧 随便看 阿瑟也乐意看呢 当时说你看 静杰演的是女一号 她那个小闺蜜呢 演的是女二号 说你看 各方面也准备就位了 一共六台机器 来自于各个不同的方向 基本上就是一镜到底 这在电视剧里边 几分钟的戏 这就出来了 但是迟迟啊 她不开机 静杰在这就看着剧本 说怎么这不开机呢 姐 这有个男一号 还没到呢 你等这个男一号到了呢 完事里以后 你们再一块打戏 那行呢 咱等会吧 雷哥在外面拿个小灯 看的也是津津有味的 也是难得休闲放松 得好时光 打从那边 过来了一辆红色的野马跑车 几十万呢 特别好的一个车啊 从这车上一下来 一个穿着小白衬衫 就系扣一共就系了 能有三四个吧 也是像我这一样 露着大半个胸脯 里边戴着一个小彩金的项链 打着二钉 小戒指手表 那小头往后这么一背 一看就是标准的富二代 要么就是官二代 因为他并不是特别大牌的明星 你见了不认识 这种交不上名来的 那不就是家里边砸俩钱 就往那个演艺圈里边给你送吗 对吧 领了几个老弟过来了 而且就这个男一号吧 都描眉画眼 小眼线画的 这个眼眉画的 头形现做的 是吧 那小胡茶稍微留着点 有男人味的同时 显得就匹帅匹帅的那种 这一来 当时导演这一瞅 说这个赵公子来了 这小的姓赵 叫赵天 这边简单一握手 来了 这怎么不拍 这行子什么呢 这不等你呢吧 你要不来的情况下 在这夕阳 不是没啥痒吗 把这烟到是掏出来了 等着 该等着 他们就乐意等着 我不来还确实是没法开 那再一个 我要是不拍 那我爹有可能都得撤资 那 磊哥在这一吵 就把标准的败家子人一个 年龄跟磊哥岁数差不多 这就是鲜明的差距 同样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你看着聂磊干的多好 你再抽抽这小子 一副屌尔浪浪 败家子人的这么个样式 那 聂磊当时一吵 行了 我不看了 我看着这些人呢 我他妈就够了 咱回去吧 那个 嫂子 哎 兄弟 你这样啊 我呢 把这个蒋元给你留下 然后呢 让蒋元领着我这帮的兄弟 在这探问你 行吗 不行 这人太多了 不用这么些人 干啥呀 整十多口的 所以你看 这个老弟 还有这俩 让他们帮帮我 就临时充当几天 我的助理 那可是带心的啊 完事 我们走了以后就得了 没必要整 这十多恶枪 咋回事是 你看这这么些人 这么些演员 就咱找这么一大帮子人 显得不好 那我呢 不乐意搞特殊 说给我放个两三个就行 你走吧 你看那多不好意思 那你要 不停的情况下 那姐可不用你了啊 说那行吧 那蒋元 你领着两哥们 在这陪着他们 那我回去一趟 我这公司啥还挺忙 你走吧老弟 这啥事没有 有事我就给你打电话了啊 说行 这边一摆手 哪个领的一帮人呢 就走了 蒋元呢 还有两个兄弟 往这一坐 就开始在这看着他们拍戏 这个赵天 那是往前一上 他不是演的男一号吗 给他搭戏的不是女一号吗 来到了这个导演跟前 当时就说了 那 这个啊 我问一下呢 女一号是谁呀 跟我搭戏的 这个啊 当时一演 赵天就给想中了 因为你看啊 在94年的时候 带哥和张静 两人都属于晚婚 现在两人都是说 三十二三岁了 尤其是这个 二十六七岁的小伙 见着静姐这样的少妇 那基本上啊 是难以把持住 而且静姐就这种气质啊 在这整个圈里边 绝对是最出动的一个 在这女孩也得有二三十号 你是再怎么抹 你是再怎么画 你没有张静身上那种气质 当时吧 这赵天朝着张静就过来了 一脸猥琐样 就这个人呢 败家子 他一旦猥琐 面有心声了 都挂脸上了 把这手往外一伸 你好小姐 我叫赵天 我是跟你大戏的男一号 静姐当时把这手一伸 正常来说呢 伸是握 这么一握就行了 那跟女孩握手 你不能握这么多 像占人便宜似的 这小子倒好 俩手当时往前一上 这手摸着胳膊肘 这个手啪的就握上了 姐 比我大几岁吧 我今年三十一了 三十一了是吧 比我大五岁 这真 是你敢 你这是干啥呀 我这人呢 看到有气质的女人呢 就情不自禁 你不要介意啊 没事 那咱俩对对词呗 对对词 把这剧本一拿出来 在这对词的时候 赵天啊 就有意无意的 就总往静姐身上踢 正常来说 你看你在这站着 我在这站着 咱俩照着剧本 对一遍词 一会就开机了 对吧 他非得 非得想办法 来到张静跟前 俩人就得近距离接触 那 所以你看 我说这一句 你说 你说这一句 我说这一句的时候 你说这一句 你看咱俩的这个表情吧 是不是 我的表情是稍微 愤怒一点 是吧 你的表情稍微自然一点 你看 这真好啊 在这就开始这样 静姐呢 也是有意无意的躲着他 一感觉离得近了以后 静姐就下意识的往后撤两步 一感觉离得近了 下意识的往后撤两步 就感觉吧 这小子不是啥好玩意 眼瞅着说要开机了 眼的是啥呀 两个人在沙滩上 一个美丽的邂逅 突然间赵天就讲话了 那个导演呢 导演 导演那是屁点屁点就过来的 为啥 赵天他爹赵毅是资房 投资的这部戏嘛 一来到时就说了 赵公子 怎么事 我觉得你这剧本编的有问题 怎么的呢 你倒是家常吻戏呀 你看看 蓝天白云之下 这么美丽的沙滩 搂搂抱抱没有 吻戏没有 激情没有 那年轻人能乐意看吗 啊 所以你看咱这是立志的戏 立什么志啊 有谁是带着受教育的心情过来看电影 看电视剧了 对不对 年轻人呢 他就喜欢说你看亲个嘴了 搂个腰了 你剧情走向 你得这么的 哎 在沙滩上一别这边当兵去了 我这边做生意去了 那一整十多年 谁了一天 这太狗血了 这剧情啊 你这么的 那剧本站这么戏 不要让这个女一号当兵了 我也不做生意了 是不是 就演啥呀 我俩在沙滩上一次美丽的戏后 直接就去开房了 你这么写 下一场戏咱就上酒店拍去 你感觉怎么样啊 你看到我问问编剧 你问什么编剧呀 你老问编剧 我说了不算的 啊 你这个电视剧 那是我爸给你投资拍的 你老问什么编剧啊 问我 这部片子要是卖不出钱来 我给你兜了 那 吻戏 现在就安排 是不是设计吧 来吧 是怎么吻 是是是侧着吻 是正着吻 伸不伸舌头 啥的各方面 都设计好 这一下子让导演就给为难在这 静姐当时这一听 导演啊 要是说有吻戏 那我拍不了了 我拿到剧本的时候 我特别喜欢 没有那种搂搂抱抱 亲情我我 你看这一来就 让我吻戏 我肯定是接受不了 而且 我老公肯定也不乐意啊 赵天 你有老公了 你有老公了 有了 我都出了很长时间了 你看 要搁一般人的心的啥呀 有老公算了 咱别破坏人家庭 是不是 我肯定这边没啥机会了 但是有的人他不这么想 这些富二代他玩的花花 你没老公 他还不喜欢你呢 他就喜欢那种说 偷偷摸摸的给你织个小绿帽 啪擦 给夹带戴上 他就喜欢这种感觉 一下子就让更兴奋了 没事 咱们演员呢 得有这个为艺术现身的这种 这种情怀 你这个也不拍 那个也不拍 说你看巩俐为啥能站起来 你知道不 你知道人刘晓庆为啥活吗 不就是因为有为艺术现身的这种精神吗 你这不拍 那不拍 那绝对是不行 来这么点 咱俩先简单的搂一下 感受感受 其实没什么的 我相信你老公让你当个演员 他也能理解 你做这份工作的时候 你是要相当性付出的 来咱俩先抱过来 朝着静姐就过去了 静姐当时不 这怎么是 蒋元当时站起来了 这怎么干啥呀这是 蒋元一站起来 领着两老弟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兄弟 他要搂我 蒋元把那警戒线 趴着一整个进去了 领着两个老弟 来到照天跟前 趴着一拍肩膀 你干啥呀 你在这动手动脚的干啥呀 让你拍戏来了 让你来泡妞来了 照天在这拿个烟 你是干什么的 你是干啥的 我是干啥的是吧 这是我嫂子 我告诉你啊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这些小演员 就你们这些小富二代 有他们什么花花肠子 别以为我不知道 我告诉你啊 有这种想法 趁早给我打消掉 要拍戏 跟我嫂子在这好好拍 按照剧本来 你他妈要是不想拍 咱俩就换个地方 我跟你说道说道 听了吗 赵天刚才一瞅 你谁呀 我谁 我是蒋元 我谁 急啥呀 我急了吗 你要是好好跟我嫂子拍戏 那我不急 啥事没有 你要是再他妈动手动脚 啪的一下 给赵天的小手味就拿手里了 这一使劲 一使劲 蒋元整天打仗 他们这会儿整天练 那手劲贼的 一捏着就咯啪这一声 给赵天就捏腾了 你要是再有一些花花肠子 我叫残勇给你提报的 听着吗 拍戏 我就在这盯着 我看看谁敢跟我嫂子拍吻戏 来我看看 扭头蒋元当时就坐这 嫂子没事 按剧本来 他又不是导演 他又不是编剧 听不着他的 给这赵天吧 就给搅军了 赵天当时这手一松开 手腕子都给捏红了 这手当时一这样 都半天没回过来 说赵公子 那咱就先按剧本来吧 行不行 来来来来 这妈扫兴 我告诉你们 写的这戏就没意思 你瞅着赵宝刚写的那戏 一上来那就是 你这啥也不是 就僵僵的在这个地方 就说咋的 就把这个头一镜就给拍了 确实也是没有吻戏 也没有搂搂抱抱的 但是呢 静姐这个心里边 确实是挺那么不得劲的 说你看 赶巧到了晚上的时候 静姐该回酒店 回酒店了 跟她那闺蜜 两人住一间房 蒋元这边也回来了 说姐明天我再过来接你 这边说你看 导演回到酒店里边之后 心里边就想了 跟副导演就合影 所以你看这赵天 他们会演戏吗 他啥也不会演 你瞅在那片长 底浪荡的那个样 要不是他爹 给拿了这么些钱 我还真不打算用的 多少个好的演员 没有机会 都让他们这些人给抢了 啥 啥整个 你说我这么好的戏 这种编剧 这种导演 他们这种有才的人 是很个性的 我说的对吧 宁可我这个片 卖不出钱来 或者是手里边 有好剧本 找不到合适的演员 我宁可不拍 我也不能说 突破我的道德底线 他们这种有才的人 都很个性 但是让赵天 给演了个稀巴烂 人这心里边 是太难受了 但有的时候 你又不能不像资本妥协 对吧 一大帮的人 剧组这么些人 你没戏拍 你卖不出钱来 一大帮人 他吃啥 喝啥 吃喝都没了 你还得了啥 对吧 刚在这 操摆赵天 操摆了两句 赵天电话来了 你听吧 电话 背着一拨过去 哎 哎 哎 老板 我赵天啊 赵公子 这么晚了 还没睡啊 我这睡不着啊 这一晚上 我这真是辗转反侧 夜不能寐啊 说怎么回事呢 怎么回事呢 还用问吗 这怎么多少整点 多少沾点浴火分身了 啊 这白天你说我那么好的情绪 让一帮人给我脚了呢 我这回来还能睡着觉吗 啊 我能睡着 但是我的残友他不听话呀 我现在满脑子里啊 都是那个女一号的身影 你这么对吧 你上我别墅来一趟 啊 我能跟你念叨点事 行不行 说你看这么晚了 跑步前进啊 我就给你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到不了 我就让我爸撤资 哎 我去还不行啊 说你看 我去 我去啊 你等着我 就半个小时 现在还有28分钟 啊 我等着你 电话框着一撂下 一个导演 一个副导演 领着两人的助理 开车奔着他的别墅就去了 这在路上 基本上是骂一道 白天这么累了 从北京过来的 晚上你不让我们睡个好觉 你还折腾我们 啊 但是这些话呢 你整个烂在肚子里边 你表现不出来 来到了赵天他家门口的时候 这一敲门 哎 赵天家里的管家 当时就进 哎 出来了 把这门扒得一开 俩导演这一进去 你瞅人家大少爷这种生活 是真他妈好 往这一排排 这个手里边夹着雪浆 这个手里边摇晃着红酒杯 趴着一口雪浆喝一口红酒 把这两个东西往这一放 来来来来 坐坐坐坐坐 别在这吐着了 坐坐坐坐坐 来坐坐 两人当时往这一坐 啊 就显得特别的狙击 赵天啊 当时也就说了 这么点啊 我给你们两个一个补偿我的机会 听了没 打个电话 给谁打电话呀 你说给谁打 打电话呀 给你女号打电话呗 咱剧组里那女号张静打电话呗 给谁打电话 这情商这么低呢 说你看这当晚上给人家打电话干啥呀 你告诉他啊 上这个地方来 啊 晚事了以后呢 你跟他探讨探讨明天的戏 告诉他剧本临时有改动 今天晚上加班连夜把这个剧本改出来 晚事了以后呢 你们就走 屋里边剩下我和他 我不得好好地跟他折腾几个来会儿啊 对不对啊 啊 赵公子啊 你听我的啊 我觉得这个事咱就打住吧 这个事咱就点到为止吧 行不行啊 我真觉得啊 那个叫张静的不是一般人啊 怎么不是一般人的 他再不一般在青岛还能有我不一般的 那我爸是谁 你能不知道吗 啊 那么大的啤酒厂 那是我爸的 反正我要不打电 不打电话 我就让我爸撤资 行啊 行 我打电话 人来了以后 我们人来了以后 你俩接个理由 接个借口 就走 是买着东西 上车里拿着东西 你俩不就走了吗 我把门一反锁 今天晚上这事他们不就成了吗 打电话 拿着电话当时啊 就拨过去了 静姐这刚刚的洗漱完毕 马上要卸妆了 电话响起来了 喂 哎 你好导演 你好 那个 张静啊 哎 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啊 没休息啊 我这准备卸妆睡觉了 说这是那个 你先别卸妆 你这么的 你给衣服穿上啊 你到我这小别墅里边来一趟吧 所以你看这么晚了 我去干啥呀 嗨 别提了 明天的剧本啊 编剧一直感觉有问题 你来了以后呢 咱在这个别墅里边连夜改一改 因为毕竟啊 你是这个 女一号 你得熟一熟悉 你像其他的他人少 是不是 他参谋参与无所谓 你女一号必须得参加到这个创作当中来 因为毕竟接下来这二三十集 每一集里边你都会出来啊 对不对 你过来吧 咱一块改改剧本行吗 那行 行 然后完事 我这个剧本吧 也挺有研究的 有什么事的情况下 我也能帮着给这参考意见 行行行 那我马上过去 电话这一撂 静姐确实是喜欢演戏 你要是大晚上三点给我打电话 说给我一个好的故事剧本 那我得兴奋一宿睡不着觉 静姐当时寻思了 我要不要给蒋元打个电话呀 琢磨一琢磨算了吧 这都这么晚了 能有啥事啊 那这大晚上再给人折腾过来 那显得又不好 对不对哥 拿起了电话 寻思一寻思 当时又把电话放下了 就自个一个人打车 奔着赵天这别墅就来了 把车往别墅门口这一停下 来到门铃这块 叮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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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时刻的赵天 心里边基本上已经是期待的不行了 心里边激动万分了 快快快快快 开开快点的 拿那小香水 喷喷又给自个儿搬了两架子 哎 导演当时来到门口的地方 今儿过来了 哎 导演 哎 副导演好 是你看他也在呀 啊 他毕竟是男一号吧 没事进来吧 行 张静正当时一进去 把门一关上 那赵天当时就站起来了 哎呀 姐啊 导演这不也给我打电话了吗 说让咱俩研究研究剧本啊 来吧 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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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姐当时就往这一坐 哎 这往桌上瞅瞅 这桌上也没有剧本啊 你有剧本的情况下编剧的在 说你看他编剧没来吗 那个赵天里的一咳嗽啊 这么的吧 我俩呀 去接那个编剧一下子 他可能在这门口 他找不进来了 我刚才呢 跟他共享了个位置 他分不清东南西北 你这么的 我俩上门口接他一趟 那个这一站起来 张静正当时也说了 那我也跟着去吧 你别跟着去了 三分五分的我就回来了 来来来 你坐下 你坐下吧 没事啊 走走走 咱俩出去接上编剧啊 一边说就一边往外走 来到门口 啪的把门一关上 紧接着从隔壁那小杂物间里边 就出来了个 就出来了个管家 把这小门啪的一反锁 紧接着 门的一关 现在屋里边就只有张静和赵天这俩人了 静姐就在这坐着啊 这天当时把这小学家拿出来 真漂亮啊 你是我见过最美丽的少妇了 你知道吗 说你看 你注意一下言辞啊 是你看大晚上的 大晚上的孤男寡女 共处一室 在我的这个别墅里边发生点啥 那不就是一场美丽的邂逅吗 喜不喜欢喝红酒啊 咱俩喝点呗 不这不是导演的别墅吗 什么导演的别墅啊 这是我的别墅 这么的啊 我呢去拿着红酒 点个小蜡烛 咱俩先喝一杯 你等说微醺了以后 咱俩就先在这个沙发上 先崩第一股 晚上离后上二楼呢 咱再崩这个第二股 今天晚上我就让你看一看 什么叫青岛小钢炮 那静姐再傻 她也应该知道啊 我他妈这不让人忽悠来了吗 张静啪的一站起来 别跑了 你出不去啊 紧接着这管家 往门口那一淡 你出不去 我在这儿绑着 你怎么出去啊 我告诉你 你可别乱来啊 你他妈要是敢乱来的 请问下 抱三口啊 真好 这漂亮的女人呢 一旦要是抱了三口 显得格外的有魅力 那既然你不想喝酒的 请问下 那就来吧 咱就直问主题吧 我让你看看呢 这青岛小钢炮的玛丽 他究竟足不足啊 夸擦给自个人衣服 这就展开了 朝着静姐 他就过去了 哎呀我 当时啊 那管家当时就一闭眼 我就不看了 静姐那是什么女人呢 啊 带哥的女人 一般二般的 他首先第一相不忠 第二 他跟着带哥啥样事的 他没见过呀 带哥也教过他 如果真有人说贪图你的美貌 如果说真有人 哎 想非离你的时候 你应该怎么办 首先第一点 先不要挣扎 因为你越挣扎 他越兴奋 你反而自己会吃亏 你就等着他过来 等到你跟前的时候 你一个侧身 一个小滑布 抬起你的膝盖来 就朝着他的残忧上面 有多大劲 使多大劲 你就给他咳一下了 兄弟们 你看我说的对不对 一个男的啊 要是让女人打两个嘴巴的 那基本上是不疼不哑 你拿着酒瓶 朝他脑袋上开了 他照样还能动他 但是唯独这个小残忧 哐咐 你给他来着一脚 基本上啊 两手往地上一捂 这一跳一跳的一疼 就不能动他了 静姐当时这个心理素质也上来了 我要是心理素质不上来 就这一回 我要是跑不出去的情况下 我就废这了 我就得让他解乏了 照天当时俩手戳着就过来了 来了 我的网伯 这大舌头往外一搭了 刚一来到跟前 啪那一搂没搂住 静姐往旁边这一撤啊 就抬起自个的这个膝盖来 有多大劲 使多大劲 这一脚代表着今天晚上张静的命运 我说的没错吧 哥 就朝着这小肚子 以下这大腿跟的以上 朝那才有才有啥本 啪就一脚 啪 这小肚一跳跳疼 管家当时 快快 抓着他 抓着他 管家当时啪往上一掌 静姐当时又 哎 因为俩静姐当过兵 对吧 伸手啥的也挺敏捷 一侧身朝那管家 啪 啪 啪的又来一下子 紧接着给这管家 啪 嗯 当时这管家说了一句啥呀 两懒子给我踢一跨道 我现在这家这个躺啊 紧接着静姐这一转身 啪 就给门一掌开 撒哑就开始往外边跑 那 就一直跑 一直跑 一直跑到了说小区外边 静姐赶紧招手 拦了一个出租车 那 这边呢 说你看 上车紧接着往四哥酒店里边回 那 给这两人躺的呀 在地上 哎呦 你怎么样啊 我这不行 我估摸着应该是肿了 我估摸着我这应该也肿了 也肿了 怎么办呢 什么怎么办 上医院吧 怎么办 快点 快点 哎 俩人当时啊 是 弯着腰 每个人都捂着小肚子 来到外边招手 就开始打出租车 你说在这一时间段呢 打了一个出租车 直接奔着医院里边就去了 静姐回去了以后啊 那是惊魂未定啊 啊 把门啪着一关 真悬了 啊 这真悬了 这这这这太悬了 太悬了 太悬了 想想那都后怕呀 这要是咱说被糟蹋了 后果不堪设想 那静姐呢 当时也是伴随着害怕 也是伴随着后怕 哎 在这个酒店 你床上呢 一点一点就睡着了 时间呢 这么一分一秒的过着 转眼间 来到第二天了 你还得来这拍戏啊 你不能不来了吧 对不对 但是现在静姐 就有着想打退堂鼓了 就说了我不拍了 不行 我就 是吧 在青岛就当玩一圈就得了 蒋元接着张静以后 就开始往那个地方去嘛 你说这一去 哎 还是那个小公鹏 还是昨天那些个演员 马上准备要拍戏的时候 男一号来了 昨天走的时候非常潇洒 今天走的时候吧 多少沾点螺旋腿了 就说实话啊 就那小懒给踢的 就跟个铃铛一样 就总这么大 咱就说句报听呢 他现在还是不飘 为什么不飘 为什么飘不起来呢 要没这俩懒的醉着吗 估摸着赵天早就飞天上去了 那家总得跟个大铃铛一样了 里边全是鸡叶哥 当时问他说 你看你这个丸是不是受到了 外来的打击比较大 给踢成这样了 直接肿子就这么大 这家在裤裆里边 敌着当了 真有意思了 喇叭那当时就过来了 静姐当时在这瞅着他以后 瞅着他一眼 当时也是没支声 就在这瞅着他们 也没怎么支声 在这就这样 导演当时一过来 那个 他想问问说 昨天晚上怎么样了 什么事玩的得不得劲啊 一上来就朝导演的脸上 所以你看你打我干啥呀 你怎么哪壶不提开哪壶是吧 今天拍不了了 今天拍不了了 我呀今天就是过来撒口气 这个戏再过个八九天再拍吧 等我什么时候腿脚利索了 我再拍 孙子看你怎么了 我怎么了 还根本不是因为他 这个臭娘们 昨天在我 昨天在我家里边 告诉我说要探讨剧本 啊 晚上里以后他提我 哪有他妈这样的呀 给我来 给我 这一说给我 我告诉你啊 就这个姓赵的家伙 真是不想活了 你知道他那旁边兄弟 递给了他一瓶什么吗 递给了他一瓶硫酸 大家伙知道这个事吧 知道什么叫硫酸吧 拿着这个硫酸 要往你脸上泼 蒋元当时一看 你这个他们能行吗 你这里边肯定不是水 就根据蒋元多年的经验 这里边百分之百不是水 这是确定了 刚一掏出来 蒋元快快快 把那瓶子啥 给我整下来 这一说要整下来 人家这边就紧着你 马上要往外泼的时候 蒋元就大喊了一声 嫂子躲开 这一说躲开 咔 这么大一瓶硫酸 泼到哪了呢 泼到他那个基盖子上了 摄像机基盖子 后边做个摄像师 一下他妈焦人脑袋上了 你想想这边还能有好吗 三秒钟的时间 人家摄影师头发那么密 当时给焦成秃顶了 静姐当时这一瞅 是太害怕了 这家要泼我脸上 我不完了吗 紧接着后边那两人吧 这一上来 朝着张静 啪 啪就给来个嘴巴 给静姐打这儿了 给张静伤了个嘴巴 蒋元这一吵 那蒋元可不管别的了 卧槽 这是我哥给我交代的任务 那是我哥的朋友 那也是我哥的嫂子 这要是在这出点啥事 我还办不办了 我还活不活了呀 听着啊 这一掏出来 把这个东西 啪就啪出来了 上着膛了 知道吧 山静杰嘴巴的那哥们 蒋元连心子没心子 抬 抬手 筐就一枪 马上就薅住头发 要打第二下的时候 一下子腿就软下来了 紧接着蒋元 往跟前一上 朝着右边的腿上 又给来一枪 把这小子就给打这儿了 整个剧组 全那么大营子了 你想在这沙滩上哥们 这么些人在这玩啊 啊 无了好风的 你哐哐两响子 给一人干这儿了 那沙滩了 都被鲜血给染红了 那紧接着蒋元 他们回到了 这个赵天的跟前 小家伙是 叭朗一下 就他把顶脑袋上了 你真坏呀 你小子 哪留酸泼 是吧 啊 这个时候 赵天多少 就有点 有有点不太能哈了 但是静姐 这一把是真急了 你可别以为 人家没脾气 大哥的女人 往往是最有脾气的 大家伙告诉我 对不对 啊 往跟前的一来 就碰了一下家园 兄弟 兄弟 走吧 你把念礼叫来吧 然后 我跟你说说 昨天发生了什么事 来 拿家伙 憋子 谁也别走 来 蒋元的兄弟 当时扔他脑袋上了 憋子 谁也不行 让咱们走 蒋元过来了 走了 你说说 昨天怎么了 这个王八蛋 导演也是个王八蛋 昨天跟我说 要改剧本 把我骗到一个别墅里边 完事了以后 两个导演走了 他要坚强我 啊 不是呢 那嫂子我问一下 他得逞了吗 你行的啥呢 要不然今天 他能这么走道啊 我一脚踢的残涌上了 我三样子就开始往外跑 我现在都后怕 我要是真做出了点 对不起你戴哥的事情 我都不想活了 妈 他妈 这事我得给我哥说一声 这事我要不给我说一声 这不扯淡一样吗 这不 嫂子你昨天怎么没给我打电话呢 那么晚了 你自个儿去 你这 哎呀我这得亏 没说啥事 这要是出啥事 你说我哪个怎么跟戴哥交代 哎呀 我打电话行了 剩下的一遍晚了啊 这戏咱不拍了 我嫂子 不拍了 不拍了 我真不拍了 不拍了 行 我给我哥打电话 把电话当时打给叶磊了 雷哥 黄冠家人酒店最上面 也是穿着一身 像我这样的睡衣 刚起床 昨天喝多了 在公司睡的 哎 雷哥当时拿电话就接下来 那 喂 哥呀 出事了 你赶紧过来吧 怎么了 你到这个金沙滩来啊 扫在这儿给打了 往身上泼硫酸呢 给念脸吓一跳 啥 毁容了还是怎么的 被破着 一瓶瓶流酸 全焦人的摄像的脑袋上了 给人烫图顶了都 而且啊 昨天这个导演 联合着这个赵天 把静姐骗家里去了 把导演直开 又给静姐解乏了 得没得逞啊 没得逞 反正嫂子说没得逞 草 这要是说得逞的情况下 我真没法跟戴哥交代了 你们还在吗 我在 等着我 我他妈马上去 什么赵天啊 啊 我找他去 电话一溜 你累急了 急了 那个 把人给我叫上 把刘毅找来 把电铃角 找来 把风玉找来 让他们都过来吧 几大金刚 当时这一过来 站在了聂蕾的跟前 马兄弟 带个六七十人 到那沙滩上去一趟 怎么的了 嫂子他妈出事了 也都知道 带哥为人特别仗义 对吧 出了事 真没法跟家带交代 聂蕾当时啊 开着六台奥迪100 领着得有七八十号人的 连着打了几个电话 就一时之间 只要是跟着聂蕾的小兄弟 就齐刷刷 全奔着这个金沙滩 就去了 就现在的时候 雷哥还没有给 带哥打电话 你怎么打呀 对不对 你先把事办成了以后 你再告诉一下的 带哥 你说这个时候 打眼 蒋元拿着枪 在那顶着赵天 一大帮人 在那乌殃乌殃 谁也别敢动 蒋元当时说了 我在那站着 谁也不行走 一会儿挨个 让我嫂子认人 只要是说参与 欺负我嫂子了 是吧 我他们挨个手上 紧接着赵天的心里边 得劲了 为啥呀 哼 当时乐了 一开始顶脑的时候吧 害怕 后来觉得说 顶这么半天不敢打 你肯定是不敢打我 现在他听到了警车的声音 阿瑟要是一来 你们还敢打我吗 哎 在地上跪着啊 拿枪指他 他自个儿在这乐 哎呀 哥们 要打赶紧打啊 阿瑟可来了 阿瑟来了 你还敢打我吗 啊 你还敢打我吗 你是不是觉得 阿瑟过来救你来了 那肯定的呀 指定是阿瑟过来救我来了 而且我告诉你啊 我爸跟这几个分局的关系 他老好了 你钻你时间给我放了吧 要不然呢 请问下去 你拿着这个破碗 我说实话 第一个就得给你抓走 非法持续 你知道这是什么罪吗 我俩哥们 哐哐你给干腿上了 你知道你这什么罪吗 重伤害 累吧 累吧 干你二十来年 跟玩一样 你真觉得是阿瑟来了呀 啊 蒋元就说出了一句 最经典的话 当听到警报声的时候 不一定是阿瑟来了 有可能是青岛的 你也累到了 这句话够不够经典 你回头看看 我回头看 这也是阿瑟人 这声音我太熟悉了 四面八方 一个小散面 七八十号人 领头的也是一个二十多岁年轻人 穿着一身西装 戴个眼镜 表情极其难堪 大不留情朝着他过来了 而且啊 这一边走道 你像刘毅了 史连林了 就一边这样 他可全看眼里了 走走走走 到那给围上来 到那给围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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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上来来来来来 刘毅他们在这 去了以后啊 看看谁欺负嫂子了 坐地给我开辟 先把腿打折再说 听了吗 那么得过来了 七八十号人嘎巴的一下 给赵天 还有他这两个保镖 全围着了 导演当时一看不好 拉倒吧 昨天晚上那个事 我有直接责任的 这要追究我 我不完了吗 扭头就要走 让静杰给看见了 说你看他要走 回来来 回来回来 进圈 还有那个副导演 来进圈 你俩全进圈 说你的 朝着脚底下 说你的来 进圈一个也别走 快快快快 刘毅那俩兄弟 一上前 你俩是吧 嘎巴的一揪拨领子 直接给邓圈里边来了 你也得拿个小凳啊 往这一坐 几个人在这站着 嫂子当时 兄弟 嫂子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他妈这帮王八蛋呢 真是 这帮王八蛋 静杰想想也委屈啊 昨天本身就惊魂未定 今天你向我泼硫酸 那脾气再好的 也得让你逼得抱粗口 往我身上又泼硫酸 得亏 讲员看着了 我跑开了 要不然就教我身上了 行了 嫂子 我知道了 带哥把你交给我的时候 我可是拍着胸膛 冲着灯发的事 我说嫂子在这 啥事没有 我失言了 嫂子 对不起啊 没事兄弟 这事也不怪你 就是他们太恶心了 这房也防不住啊 没事 我听说昨天晚上 有他们吗 有 他们两个人骗你我 他俩也不是什么好玩 行 我知道了 跪下来 过来跪下 就这一句话 而且说话的声音极小 小到什么长度呢 你刚好能听见 但是你根本就不敢拒绝念里这个要求 后边那十多个老弟 在这这样 过来跪下来 过来跪下 赵天在地上跪着 当时就有点麻了 两刀岩在这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不敢动 毕竟说啥呀 这男儿膝下有黄金 是有这么一句话不搁 哭刺过来要真给跪下的 行不像我这张老脸的 基本上也就丢尽了 在这行着半天没动他 刘毅朝他脚底下 那给那沙子 砰这一下就 崩起来了一大片 我他妈让你们过来跪下 来来来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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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俩导演 那是往前面一来 哭通的一下就跪这了 别打 别打 我们只是普通的文艺工作者 那咱是文化人是吧 都是有才的人 咱也不参与社会打架呀 雷哥朝说话这嘴上 大拳都啪这一转 朝他嘴上 满口牙 啪就一拳 那西瓜针啊 顺着这就开始往下躺 念蕾一拳 帮着一下 满口牙 多半个全给你削掉的 过来来 过来 留意像拖丝狗一样 薅着头发拖念蕾跟前 文艺工作者 你这不存存就是个畜生吧 啊 怎么的 我把我嫂子送这来了 我就没有在这露面 就不行呗 哪这人的兄弟 北京的 北京 北京的是吧 行 我得让你知道啊 办错了事 必须得为自个的行为买单 这个事知道吧 知道 道歉 道歉 从那边跪着 道歉 敬啊 对不起了啊 昨天我也是 那好 他逼着我 说你看这 我没让你找借口 道歉不会吗 我的后博梗 会 道歉 敬姐 对不起了 我昨天晚上干的那事吧 属实是有点操蛋了 兄弟看你别怪我啊 对不起了 你 敬姐 对不起了 我是混蛋 我是王八蛋 我是混蛋 我是王八蛋 你 一纸 一纸赵天 啊 赵天在这 给我干他 这都给我打了 还道什么歉呢 啥 你要往人身上 泼流酸 你要把人带到别墅里边 解伐人家 你怎么想的 啊 不会道歉是吧 张不开嘴 卖不动步 富二代从小娇生惯养 没人能管了你是吧 行 别人管不了啊 我管 我替你爹管管 我得让你值得知道 行走江湖也好 混社会也好 在生意场上做生意也好 把自个儿的牛子管住了 便一天低了个餐楼 想捅这个一下 想捅那个一下 你没准啊 就能捅个大楼子 你就能惹个大祸 知道吗 赵天在这就挺尴尬啊 但是他心里边挺恨的 来 知道了 我知道了就完了 我得给你掌个教训呢 要不然以后 你还得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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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着一枪 给你打个血肉模糊 朝着小腿上 砰就一下子 你再把那衣服一撩开 里边你就啥也能看着了 小体格子也不行 富二代嘛 抗击打能力不行 这痛感也高 砰这一枪 叫唤了没十秒钟 腾晕过去了 那脸色刷白 啊 紧接着 你是他的帮凶是吧 啊 昨天在家里边我就给开个门 开门也不行啊 哎呦 啊 俩人齐刷刷的给干这 干这了之后 你蕾说了 给他们送到医院啊 找到这些布派走 我领你回酒店啊 我领你好好的在青岛玩两天 静姐当时啊 说你看 跟着雷哥这边就走了 照天了 以及说这边了 马上被人就送到医院了 整个沙滩就已经炸营子了 而且啊 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 是啥呀 阿斯就在沙滩边上看着 一看六台黑色的奥迪100 这指定是聂雷过来办事来了 聂雷走了以后 他们象征性的过来 打扫了打扫战场 紧接着就回国安部门了 这回去了以后啊 说你看 静姐呢 毕竟是个女人呢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 她承受的实在是太多了 说你看 来到了雷哥的皇冠家人酒店 洗了洗脸 洗了洗手 然后呢 静姐抽烟 给静姐来了一袋烟 静姐在这 抽了两口 就感觉特别特别的委屈 你看 刚一这个 戴哥的电话来了 这去了两天了 怎么样啊 还习惯吗 电话这边一拨过来 静姐刚才哭了两声 那鼻子也囊呢 那把这电话一接上 喂 静啊 哎 静 戴哥 怎么了 这声音怎么听了不对呢 啊 没事 我来到青岛 我感冒了 没事啊 没事 你在深圳怎么样啊 你先别管我在深圳怎么样 不是你这咋的了 出什么事了 没事 没事就是挺那哈的 工作上不大如意啊 还是工作上也不太顺心呢 都不是 都不是 那你说话怎么这样呢 没事 我就是烦了 那我就是累了 这部戏我不想拍了 不想拍了 不想拍了 行 是不是太累啊 整天在那沙滩上晒着 是不是那人也多 是累了吧 累了行 我让马萨尔过去接你去 回北京吧 正好过几天我就回去了 不拍咱就不拍了呗 你只要你要想拍 我就支持你 你要不想拍 咱就不拍 你对我真好 不是说对你好不好 那你是我媳妇 我不向着你 我向着谁啊 不是 但我就感觉不对呢 是不是有啥事 瞒着我呀 你可不能瞒着我 我告诉你啊 你要瞒着我的情况下 那可不行 咱们俩之间不允许有秘密 知道吗 这一说这个 静姐哭得更厉害了 你越哭 戴哥越感觉 肯定是有事啊 不是 你咋的 紧接着在那边啊 就气不成声了 给这个电话夸着一撂下 把电话紧接着 又给聂雷打过来了 那雷哥不能不实话实说吧 你瞒着人家成啥事了 回去以后 万一戴哥知道了 说念雷你瞒着我 这什么意思 对吧 电话打给雷哥 雷哥这边一接上 静姐跑屋里边就哭去了 那 雷哥在这儿说 你看 戴着眼镜 拿起电话来吧 当时这一接上 喂 哎 戴哥 兄弟 是你看 你嫂子咋的了 这哭啥呀 谁遇上什么难解决的事来 是咋的 戴哥呀 其实啊 我没想跟你说 但是呢 要是瞒得你 显得对你太不尊重了 太不好 这个事也怪我 是我没照过好嫂吧 一说完这句话 戴哥这边啊 更加的确信 张静应该是出事的 不是兄弟 咱先别说怪不怪你 你嫂子咋的了 你跟我说说吧 他现在哭得都说不了话了 你说 没事兄弟 啥事都没有 那哥怎么能怪你呢 你也知道 嫂子长得挺漂亮 然后去到这个剧组以后啊 有个男一号 我估摸着应该是我们青岛这边的富尔赖 家里边不知道是在那做生意的 开个小跑车挺有钱 然后呢 头一天的时候 要跟这个静姐拍吻戏 要搂搂抱抱 还要上宾馆里边去拍戏 啥 放他娘的屁吗 这不啊 跟我媳妇开房拍戏去 他咋想的 我还是那句话戴哥 我不瞒的你 还有更过分的 他提出这个想法来以后 讲员给他干了 到晚上 可能他那个浪劲吧 不大出 联合着这个导演 就给这个静姐骗到别墅里去了 你要是戴哥你也得忙 一个女人 让好几个老爷们骗别墅里去了 那还能有好吗 戴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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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接着说兄弟 我能听着 我能听着我能听着你说 给你嫂子整别墅里边 骑了以后 咋的了 是不是那几个畜生 给你嫂子糟蹋了 啊 我他妈现在就回家 那个戴哥 戴哥 你想多了 什么玩儿 我想多了 我告诉你兄弟啊 你不用刻意的瞒着我 哥不傻 你嫂子一个女人 没有带兄弟 好几个老爷们给整别墅里边 切了 你告我 没事 要你 你能信不啊 啊 爱丽要是让几个老爷们整别墅里切了 我跟你说 爱丽没事 你能信吗 啊 兄弟 不用刻意隐瞒我了 我现在都起了杀心了 来 你告诉我 来那几个王八蛋是干啥的 来 我现在从深圳飞他们青岛 我宰了他们 真没给嫂子到 真没给嫂子糟蹋了 我他妈不信 没糟蹋了 你嫂子能哭这么伤心 他要是没做出对不起我的事来 他能这么伤心 真没有啊 而且嫂子绝对是没问题 肯定是没有服从 然后呢 就是给那个赵天 还有他那个管家都提了 灯懒得上了 完事了以后 我嫂子才跑出来呢 我嫂子 这果真吗 那个 就是我冲着灯法师啊 如果嫂子 真要是让人家哈勒的情况下 我都跟着不得好死 真没事 嫂子绝对是个坚强的女人 抬脚夸夸给俩男的全干这儿的 你这么吓我一跳 那现在人咋样呢 我挨个打折一条腿 现在在医院里边呢 你觉得行吗 不行 不行 你一人打折一条腿 那是兄弟对嫂子做的 我这个当老公的那不行啊 啊 说你看戴哥那你的意思 我找他去 我上青岛找他去 我现在就进定机票过去 他们现在 他们现在只能在医院里边看病了 看病没事 我现在马上飞 你给我找到他们在哪个医院 派着兄弟我过去再给挥挥勺 我得亲自再打折他一条腿 那行戴哥你过来吧 那你过来吧 我等着你 你等着我兄弟啊 给电话趴着一溜 这不扯一样嘛 小瑞啊 戴哥 赶紧订机票 去青岛 这边拿了电话 打给马三 这一不饿过去 马三啊 戴哥 干啥呢 我跟哈森在赌场里边玩会 你别玩了 马上开车 跟哈森上青岛 怎么了哥 快点点 行行行 我过去 我过去 把电话一撂 紧接着 说你看 把电话打给谁了呀 打给崔志广了 戴哥更要面 我告诉你 家戴是一个 极其极其要面子的这么一个人 你记着这么一句话 电话打给崔志广 崔志广也往那边去 紧接着啊 左帅 走 跟我上青岛 把左帅都带上了 我问问你 这不是奔着死里边干你吗 但凡咱就是打个架 逗个欧 我不至于把左帅也带上吧 这小子可生性 而且是咋的 一年四季三百六十五天 别管多热 别管多冷 身上全是风衣 而且永远是背头 必须得是大墨镜 就是标准的小马哥那一出 你看 这边呢 把电话就挂断了 王瑞买了张机票 左帅 丁建 以及是王瑞 戴哥 他们这些人 直接说奔着青岛 就往这边飞 然后这边呢 北京这一伙 崔志广 你像哈僧了 马三人了 也奔着青岛开始去 一时之间 青岛那可就热闹了 哥 但是你可别忘了 小乔谁 变小乔这个赵 这个谁 小乔谁 变小乔这个赵天 人家里边猜他们牛逼呢 他爹赵义 是当年青岛 劳山啤酒的总代理 劳山啤酒的总代理 值得是啥意思吗 你是底下县城里 底下乡镇里边 底下市里边 或者整个青岛市 甚至 整个山东上 都得从我手里边 劈啤酒 你算算 那啤酒一年 能消耗多少 咱大家伙知道吗 像我这样的 我饭店里边 一坐三五磅下去 这算是不能喝的 对吧 平平常常 七八个小伙子 喝你个十香八香 就跟玩一样 做啤酒的 太有钱了 把电话 打给他爹了 把电话这边 一拨过去 喂 爸呀 完了 出事了 怎么了 出啥事了 我腿让人掐舌了 什么 我腿让人打舌了 你腿让人打舌了 你不是去拍戏了吗 我不是给你 投了一部戏 让你拍戏了吗 这怎么又出去惹事了 不怪我 有个女的勾引我 他就是个该随 你知道吗 勾引我 完事了以后 让他老头子知道了 他骗我 说没对象 我说喝你住住吧 长得特别漂亮 抓着我以后 说我勾引他媳妇 拿着枪 把我的腿就给打断了 爆 我以后就成一只腿了 我以后别叫赵天了 我叫赵一拐得了吧 我好恨呢 我这心里边 哪个当爹的都得心疼自个儿的 我说的对吧 紧接着这边就说了 你别说题啊 我现在马上上医院里边就看你去啊 你赶紧过来吧 晚十里后咱得找人 拿钱砸 拿钱砸他们 拿钱砸死他们 行 行就行 我马上过去 你等着我吧 给这个电话夸着一撂下嘛 他爸带着工厂里边十多号员工 说白了 是在工厂里边给他爸看厂子的人 哎 领着十多个直接奔着医院里边就来了 听故事 这是两条线哥听的啊 一面是从深圳往青岛来 从北京往青岛来 人家这边直接从啤酒厂里边 开着车往医院里边来了 来你看 先到的肯定是他爹赵一呀 这一进去 看着自个儿的儿子 那腿包得像个粽子一样 问了一下的医生 医生讲话了 拿着五连怼着打的 小腿基本上是粉碎 别说粉碎了 粉末性骨折 已经没有接起来的希望了 要么把膝盖以下截掉 以后用甲肢 要么就是瘫痪坐轮椅 因为你这骨头已经长不成个了 你就是能长成一块 它也是一小片一小片的碎骨都长一块 你根本就走不了道 对不对 他爹当时听完医生给一介绍枯撕着一下就坐着瞪子上了 一下就坐着瞪子上了 打你的叫啥呀 叫你了 行 我给他打电话 我给他打电话 这边刚要给打电话 扭头这边夹带到了 夹带到了 急了已经 那飞机飞过来不也就几个小时吗 北京这边马三崔之广开车也到了 全来到了聂磊的黄棍家人酒店里边 大平藏着一坐 你等说张静见着戴哥的时候 一下趴着一抱住 就在这启示发源 戴哥你放心 我宁死不从 我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我都没有做 那戴哥能不相信自个儿的女人吗 对不对 安抚了安抚张静 静姐当时就坐着 紧接着就听着说啥呀 说戴哥你打算怎么办呢 你打算怎么办 就这边戴哥还没说出个123来的时候 电话来了 你听到电话这边一接上 喂 谁呀 你就念蕾是吧 我是念蕾 你好大的胆呢 把我儿子打残废了 你是赵天的爹呀 听到啊 马上领着你的凶手 上医院里边来 给我儿子下跪 给我儿子道歉 然后呢 给我拿200万的面 为什么张口要这么多呀 你记得哥 首先第一点 他不缺钱 10万20万 现在在赵毅的眼里边已经不算是钱了 所以说张口来个200万 还能结结可 最起码 是不是 然后呢 你还得把你自个的腿打折一条 要不然呢 我就到了熟识你 我就到了拾着你的时候了 到那个时候 那就晚了 我可能不只是打折你一条腿的事了 啊 那你想怎么的 我要了你的命 你信吗 啊 我给你扔到这大啤酒罐里边 给你和笑母一块发酵了 你信不信呢 你说我好大的胆 我只能说你好大的口气 找个人打听打听 问问我聂蕾是什么人 啊 你有几个钱呢 啊 聂顶蓉听说过吗 听没听说过呀 逼你有钱吧 你问问他敢这么跟我说话吗 啊 刘继他爹 青岛世代 听说过吗 你问问他认不认识我啊 他敢不敢这么跟我说话 你个卖啤酒的在我这儿喝 你在医院的是吧 行了 你等着我啊 电话扒着一撂去 带哥这边已经是迫不及待了 赶紧的吧兄弟 上医院里边打回勺去 当时你看聂磊了 包括史电林了 刘毅了 他这几大金刚 瞅着左帅 这就不是一门炮 进来了以后 基本上是一声不止 咱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这些牛逼的人 都不太爱说话 左帅就往这一坐 那一会感觉热了 脱个大光宝的 把这两大半甲 当时就露出来了 左帅的文神就贼漂亮 那文帝小半甲嘛 往这一坐 抽着雪江 带哥这帮的兄弟 现在也有钱了 随便一根血压 裹一裹 就得三五百块钱 在这就这样 一瞅就是一脸的横向 但是你看左帅 通过观察刘毅 通过观察史电林 刘峰玉 他们这几个人 当然王群立这个人 一看就是脑力劳动者 人家聂磊 他们手底下 这几个兄弟身上也有命儿 那小气场 比你左帅一样不次 这种强强联合 我问问大家伙去了医院里边以后 你们父子俩能有好吗 你别逼他 就是怎么说呢 聂磊是个什么人 咱都能商量 好说好商量 怎么都行 你别干我 你可千万别干我 他这岁数在这摆着呢 他真敢给你干 但是聂磊这两句话 还真说到赵义的心里边去了 你去问问聂顶蓉 我聂磊是个什么人 他还真就认识聂顶蓉 把电话就拨过去了 聂顶蓉现在没有在青岛 拿着电话一接上 喂 赵总你好 聂总 我问你个事吧 你说吧 我给你打听个人 青岛的 我呀 是假青岛人 我虽然出生在青岛 但是我基本上是不怎么回去 我能认识谁呀 你不认识 但是人家可说了 他认识你啊 认识我 谁呀就认识我 叫 我想想啊 叫这个 聂磊 一提聂磊 俩字 他媳妇跟那个小伙 搂搂搂搂的那照片 就展现在眼前了 现在就不能提这个 已经是自个心里边的 一块心病了 你打听他干啥呀 你要跟他做生意 我跟他做个屁的生意 他给我二人的腿打折了 那我的遭遇吧 比你还稍微轻一点 比你稍微轻一点 怎么的了 不说了 我只能提醒你这么一句啊 及时止损 聂磊这种人呢 不是咱们这种做生意的 能沾的 也不是咱们这种做生意的 能碰的 一旦要是沾上他们 你记得 阿瑟阿瑟办不了 是吧 找人找人不管 到最后咱们只能吃个哑巴亏 我这比你还轻点 你知道他当时怎么折磨的我吗 我给聂磊抓住了 我确实想拿钱砸死他 我给他整到那个仓库里边 我打了他一天一宿啊 这小子愣是不认怂啊 而且他手底下有个兄弟啊 叫王群立这小子脑袋贼好使 找了一帮的小偷把我家门撬开 上家里边给我媳妇解房了 但是没有真解 真解没有 或者是真解了 或者是假解了 我也不知道 反正跟我媳妇那照片 现在啊 还在我办公室里边放着 我得时刻提醒我自个儿 以后见着念磊 可得滴滴掉掉的 这帮人这么有手段的 那可不败 我可没骗你啊 我可没谈论你 反正你要跟他交出 你可加点小心 尤其是把家里边媳妇卡好了 行了 那我知道了 那 电话一溜下 但是你看 有这么一句话叫 好言难劝该死鬼 良药苦口 他立于病啊 如果现在你听聂丽荣的 一会儿聂丽来了以后 你好好说 就你给我拿两钱 咱得过求过就得了 我这耳朵呢 确实也是让我惯坏了 你说句这种话 你要多少钱 有可能聂雷也就给你拿了 他讲究啊 江湖中人混社会的 那给人打了赔钱 认赔 绝对是认 你只要来一个公平合理的价格 我绝对能赔给你 但是你要是拍桌子 跟他说话 那可就不一定了 我就极有可能说 让你跟你儿子躺旁边 你俩就都在这住住院吧 说话的功夫呢 聂雷夹带来了 一百来号人啊 在楼下边 聂雷把电话就打上去了 刚一拨通号 带哥把电话接过来了 给我来 给我 给我 一抢过来 我来 我来 喂 喂他们什么喂啊 啊 你吃了凶行暴胆了 自个儿的残佣管不住 自个儿都管教不了吗 谁平白无故 让人一顿骂心里边 也受不了 对不哥 咬着牙呀 这怎么不是你累的 你又是谁呀 我是谁 我是张静他爱人 我是张静他老公 你说我是谁呀 你儿子差点给我媳妇解乏了 要往我媳妇身上颇流酸 你他妈好大地胆 你得上面挡着我啊 再有一分钟 咱俩就见面了 我要不给你 他妈把腿打蛇的 包括你那个儿子 我要再不打蛇的一条腿 老子就不叫深圳王 电话趴着一撂 那话呀 说的一个比一个有分量啊 你累就说了 来吧 我打你这边说了 我要不给你把腿打蛇 我都不叫深圳王 深圳家带行 北京家带行 广东家带都行 王子能随便叫 而且你信不信 家带今天敢带着这些人 把左帅都叫上了 给崔志广 他们全叫来了 目的是啥呀 目的就他妈过来打你来了 你找人我都不怕 找人我在青岛 我就陪着你玩 你可千万别小瞧家带 有一句话是啥呀 我要打你动一个北京的 叫一个深圳的 就算我输 对吧 但是现在代格没这么厉害的 刚94年 一帮人娃娃就开始往里边上 每一个这一 你就看着这全家的热闹 老赵当时啊 来到这窗户边上 往下边这一瞅 一身冷汗 当时就下来了 卧槽 这 这他妈咋整啊 赵总 你看有实在不行的情况下 咱跳下去吧 放屁吗 这是六楼 有咱躲厕所里边 看 面的有的时候能成全一个人 但有的时候也能坏一个人 像他这种大老板 运筹为卧 挣了这么多钱 在社会上有关系 有地位 出去了以后 一帮人捧着他 你让他躲厕所里边 他干嘛 首先在自尊心上接受不了 那其次 我这张脸 我更接受不了 寻思这一寻思 老赵这一咬牙 我在上面等着他 我就不信他正敢上来打我 我不干他就完了 我不激他就完了 对吧 我先不让他道歉 回头我再说 说着这些话 你就听他脚步 当时就上来了 你就能听着 刘毅了 时间临了那些大嗓门 来来来 散开散开了 散开散开 602在哪呢 在尽头了 散开 来了 左帅当时 戴个眼镜 露了大半价 手里边低了个五连发 瓦瓦开始走 摧之广了 哈僧了 哈僧在这 哈僧的个大 你要说火拼 哈僧绝对不行 你让他打顺风仗 就是一帮人 一百个人打二十个 那哈僧能打死你 那真有大哥风范 那小胡子往上绝着 跟新疆哥们一样 往上绝着 来到602这门口 这帮人也是真猛啊 史电林和刘毅 亲自在前面 给加戴 给聂磊开着道 一来到602 朝着门口上 框着一抢 给这门子打个稀碎 紧接着往里进来 往里进 往里进来 带哥和聂磊当时就进来了 往他跟前的一颤 一百来人密密麻麻 全部挤在走廊里边 我问问你 反正要是我当场 我就给人跪下了 带哥错了 磊哥错了 不对了 对不对 我给我儿子按个假值 我给你拿200万 这行 不愧是说做大生意的 就因为拿下个啤酒总代 你知道他付出了多少吗 也得打 不打行吗 来到跟前 后边你帮着兄弟 来来来来 围上围上围上 谁也别想跑了 下去二十个兄弟 在窗户下边堵了点 敢跳窗户跑 下来就给他补刀 赵毅在这瞅着聂磊 在这瞅着家带 俩人都是年轻人 带哥三十出头 聂磊二十五六 往他跟前的一站 一个比一个精神 他就隐隐约约的 闻到了点 说那个子弹的硫黄味 一看人家今天带这么多人 说实话 赵毅这小子挺聪明 说了这么一句话 给我儿子都打了 再来这些人至于吗 这样好吗 这样真的好吗 你们这么对我感觉好吗 带哥往前这一来 好吗 你在电话里边 可不是这么说的 你在电话里边 不是说我兄弟 不给你拿二百万 你就要给人 把腿掐舍吗 你不就要花钱 砸死我兄弟吗 来我问问你 你有几个钱呢 你有几个钱呢 雷哥在这不吱声 打都已经打完了 那剩下的 你得让带哥发泄发泄吧 我有多少钱呢 你们可别逼我 我要是急了 我拿出一个月的销售人来 你们怎么没的都不知道 知道吗 行啊 我也不知道 你有多少钱 我让你了解了解我 听到深圳王这三个字 有点麻烦 是不沾点懵啊 听着 稍微 带哥 大前天港口来了一批货物 对 就是那一批车 都卖完了吗 咱是先接订单 然后再订货 到港口 咱那车就全销出去了 一共卖了多少钱 卖了一千多万呗 一千多万能有多钱利润呢 你也知道 咱做的这个生意是一本万利 是不是 那十五万块钱一台车 整来卖五十万 不跟玩一样吗 行啊 有人要拿钱砸你 带哥 我多了不给你借啊 先借给我两千万 我给你四千万 把我那一份也打出来 带哥 电话趴着一辆 在深圳那边确实是好挣钱 实话 雷哥现在绝对是不如人家有 这是实话 对吧 我要打架了 来先借给我两千万 说什么借啊 我给你四千万 把我那一份也打出来 玩吧 涛哥 我是你代帝啊 朗文涛 代帝 这在青岛啊 有人要拿钱砸我 我不如人家钱多 人家说花俩钱 什么卖啤酒的 拿出一个月的销售额来 就打死我了 让我神不知鬼不觉的消失 我觉得我这名有点不大 你借给我点吧 代帝啊 敢问 他有多少钱 他有多少钱我不知道 但是我告诉你 我有多少钱 你知道吧 那我当然是知道了 别说借啊 伤感情 我还是那句话 三五千万 一俩亿 拿出来掉了 我都不心疼 朗文涛随便上澳门 胡把牌 输赢就几百万 他可不在乎钱 而且啊 就这帮搞投资的 手里边全是现金 一分钱贷款都没有 都是拿着钱去生钱 拿着钱去挣钱 敢问他有多少钱 你告诉他 我有多少钱 他就知道 他那点钱 在我这 那就是俩钢磅 我还是那句话 三五千万 一俩亿 在我这 就是玩 行了 代帝 你放心 大胆 你看 趴着一撂下 对撂 商户里边 那账户里边 六十个在那趴着呢 几十个在那趴着呢 那都是在深圳 投一波付出 付起来的人 公平上告诉我 对不对 现在挣钱 能挣吗 能挣 好挣吗 选对了方向 也好挣 但是 深圳那一波 最先付起来的 就后来多挣钱的 这帮人赶不上 他们挣钱挣的勇 不如他们挣钱挣的快 不如他们挣钱挣的容易 对吧 是 朗文涛没有马云有钱 但是你的钱 可绝对不如我来的轻松 现在挣十个亿 你可能得真干 但是在他们那个年代 就是一旦下海了 经商了 深圳广州那边 第一批付起来的 他们可能三月五个月 一年就挣到十个亿了 这已经不拿钱当钱了 你还能怎么办呢 哥几个你说往这一坐 给他一顿展示 雷哥讲话了 家带是有钱 我赶不上他 我在青岛做生意 没什么挣大钱的码码 但是 雷哥这边一拍桌子 把眼睛一副紫 他鼻子来了一句 你记得啊 我今天在这就活活的 给你夫子俩打死 老子上有关部门进去 钻一圈 我照样就能出来 你他妈逗我一下试试 带哥有钱 但是聂雷可真能打 你个畜生 我看着你儿子这德性 你也抢不到哪去 啪 啪就一拳 雷哥那颠炮也厉害 框着一下就给走这了 紧接着上来十多个 给赵毅往这一摁 框框就一顿打 你不能扬言吗 你不要买我命吗 来呀 来呀 打 那左帅一上去 一开始是史电林和刘毅 在这摁着揍他 基本上就给打屁了 左帅就淡淡的说了一句啥呀 让我来呗 让我也试一试呗 俩人一躺开地方 旁边有个暖水瓶 就把这个暖水瓶 往手里边这一卡 来来来 躲起来来 躲起来 把这热水啊 往地上这一倒 小暖瓶一拿起来 朝着塞帮子 塞帮子啊 啪这一下子 所有人这一闭眼 因为那边他一蹦吧 全是小碎片 一闭眼 啪的一下 给塞帮子打个西马拉 紧接着把那胡一扔 左帅体格也大 44号的大皮鞋 朝着脑门上 哐的一下 你就听着脑袋 离那地 蹬就一声 赵毅基本上就已经昏迷了 你不要买我命吗 买呀 我先给你打个半死 你不要拿出你一个月的流水来 跟我对着干吗 你不要买我命吗 那行啊 我找俩兄弟借一个多亿 我先打死你 我先给你玩一个亿的 来吧 你不有钱吗 先给你玩一个亿的 给赵毅干这了 那么紧接着 完了 赵天姐床上躺着 大哥 我求你饶我一命 我求你饶我一命 快点 我求求你了 不要这样 我这心里面 我太害怕了 不行 我太紧张了 我不行了 大哥 我真不该 我千不该 万不该 我不该打你媳妇的主意 真的 都是让我爸 把我惯坏了 饶我一命 行不行 饶我一命 饶我一命 要不然的情况下 我爹醒过来 真得找人弄你们了 一开始吧 说的那两句话 还挺受听 我爸把我惯坏了 你千万别打我 这刚放弃到 说要打他的想法 紧接着又来了一句 你要这样 我爸可真找人弄你们了 左帅上来 往手里一拿 左帅撒手指头 杀手指头 俩手在这 趴着一撸 小五连往那条腿上一顶 寄人的是膝盖 膝盖 你记住我 我呢 叫左帅 我是在深圳楼湖区 做钟表生意的 你要是不服的情况下 完全可以带着兄弟 到深圳去找我 我领你走在广州 美丽的大道上 欣赏一下风景 兄弟 从你长得这么漂亮 我就不回你的容了我 但是你这条腿指定是保不住了 我要让你知道 大哥的女人那叫大嫂 大嫂她不好搞哦 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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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帅不是北方人的 左帅是深圳人的 框着一下子 床单当时就失了一大片 大哥搞定 你看看要不要送他上路 送他上路的情况下 我朝他的脑袋再来一下 让我打爆他的脑袋 我送他上路 不用了 史连林和刘毅 两人在这看着 这也是选手 这也敢干的 兄弟牛逼 这都是小议席 罗湖区我们家那么大的产业 有一半基本上都是 我打下来的 大哥我这么说的话 没错吧 湘西村我们有几百个洗发 这个洗发 这个发廊 有几百个按摩店 但是规模都不是很大 照样是日进抖进 紧接着这就不止声了 狂的一抢 打完事了 医生来 医生医生医生 别让他们死了 给他们救过来 这一说给救过来 来了一大帮医生 赶紧的就把赵天又推到那个手术室里了 推到手术室里边以后 赵义醒了 但是呢 雷格夹带这帮人 大摇大摆的就已经走了 哎 听着 你等赵义醒过来之后 发现自个儿的耳朵又腿又让人给干了 实在是绷不住了 啊 开始拿电话招人了 你要说几个亿他没有 一两千万的情况下 你听吧 赵义还真能陪你们玩玩 这不是吹牛逼的 总贷呀 你要说一个什么产品的总贷 而且销量那么好 我们这河北 我们河北人啊 包括这个我们航水这边 基本上出去喝酒 大力望一样 全是楼山 是吧 精品楼山两块五一瓶 哎 不 两块五 五块钱一瓶 好一好 是吧 七八块钱 你敢说喝酒的 你没喝过楼山啤酒 一个总贷千八百万没有 他真要 把电话知道打给谁了吗 在青岛什么啤酒卖的好啊 楼山卖的好 那青岛青岛青岛啤酒 那不更牛逼了吗 啊 青岛不倒我不倒 雪花不飘我不飘 他的销量可不比楼山次啊 把电话打给了青岛啤酒的总贷 金大勇 为什么要打给金大勇呢 因为金大勇手底下有一帮敢干的兄弟 而且非常非常的牛逼啊 把电话当时就打给金大勇了 啊 电话呢 趴着一拨过去 哎 勇哥 哎 勇哥 我是 赵毅啊 兄弟 怎么了这是 别提了 家里边出事了 是你看这能不能帮帮我呀 帮帮你 你咋来了 啊 我让你给打了 我儿子呢 两条腿全让人掐舍了 现在还在里边做手术呢 打我的呀 叫这个念磊 啊 还有一会儿北京的 那会儿北京的 咱暂时找不着人 但是咱能找着这个叫念磊的 你能不能说给咱找帮的兄弟 帮我收拾收他呀 啊 你这么的 我拿出一个月的销售额来 我给到你 或者是我都可以批股份给你 行不行 将来在青岛这个地方 哪怕是在整个山东 你的占股肯定是最多的 你出手帮我收拾他呢 行吧 我这边已经受不了了 是你看他都这么说了 我得帮帮你呀 对不对 咱们这哥们一场 那再一个 你刚才说 要拿出一个月的银银额来给我 我感觉不太好 你这样吧 我就要你 百分之 二十的股份 你感觉怎么样 那这一年就是 三百多万呢 怎么了 你舍不得呀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呢 打仗打仗 现在打的不就是钱吗 对不对 你给我钱 我帮你出人呢 而且 我不但在青老养了一帮的兄弟 而且啊 我在烟台有很多的哥们 在烟台 谁呀 烟台八小听说过吗 烟台八小的老大 叫徐成慧 你没听说过他吗 那跟我是非常好的朋友 我们现在都有合作 他那边也能帮我出人 就看你舍不舍得出钱了 干了 干了 我就这一个儿子 我儿子惨废了 我挣那么多钱有啥用啊 我打拼那么多家里有什么用啊 你帮我干的 行吧 行 下午啊 我会让我的律师拿着合同过去找你 咱们把这个合同签订了以后呢 我就会帮你做事 叫聂蕾是吧 然后把他的资料啥的 简单的给我整理整理 也简单的说递给我一份 不出意外的情况下 三天之内我就能让他消失得无影无踪 你必须让他给我消失得无影无踪 而且你记着这么一句话啊 他这个人情商极高 手底下有个兄弟叫王群立 情商呢 也是极高 咱可千万别说舌他手里边 你放心吧 谁手里边还没有个撒薄的俩厚的呀 啊 你放心吧 好了 电话夸着一料 下午律师简单整了一份合同 拿着当时就去找这个赵毅去了 跟赵毅啊 简单的把合同这一签完签完了以后 扒着一盖章 拿了百分之二十的股份 他心思的是啥呀 我必须得源源不断的挣钱 那才行 我挣一炮呢 绝对是不行 那够干啥的呀 对不对 但是你看 拿到钱了以后 他开始张了兄弟 手底下养着能有几十号打手 特别特别的牛逼 暂时呢 没有往烟台那边打电话 那但是说你看 给我盯着点这个叫聂磊的 那我先打听打听他 看看他这边是什么实力 然后呢 打听着了 就说聂磊这小子 这几年呢 成长得挺快 在白道上有不少人罩着他 这两年长了四五个码门 也挺能挣钱的 但是跟我肯定是比不了 当时啊 咱不能说把聂磊想象的太简单了 他没有把聂磊当成真正的对手 你像这种做大生意的 他们的对手一般情况下就是 什么上市公司的老老老老老板了 身价几千万 身价打几百万的了 说实话 真的是没把雷克当成一个对手 那么你看 这边代哥和静杰已经是回到北京了 那临走之前恋恋不舍 也是大醉了一场 那么有这么一句话说的好 雷哥你既然管了家贷这个事 你就得准备着让别人过来报复你 对不对 因为是你替别人办的事 可不是说因为别人的事 你念脸帮着参与一下 所有的账 所有的屎盘子 我全得扣你念脸脑袋上 一个我让你也跑不了 当天 听了 带哥走了以后的第二天晚上 他开始招人了 有人说了 这做生意的手里边有社会人 你是真不懂哥 做生意的必须手底下得养着一帮牛逼的人 我给你举个例子来说 就可以说李正光当年就是让乔斯养着 有事你就帮我打 在那个年代 挣钱那么好挣的年代 我也知道一旦要是拿下了这个啤酒的总代 我闭眼睛着 天上的银子就等于是往下掉一样 我问问你 一年卖上两三千万的货 有百分之三十的纯利 一年挣个大几百万 值不值得说豁出去 让你干一下的 那既然别人豁得出去来找你干一下的 你这边就得张罗人吧 你不张罗人的绝对是不行吧 刀枪炮了 混社会的都是在给有钱的看家护院 都是在给有权利的看家护院 你有人家他们也有 张罗人得有说将近六七十号小弟 而且人家手里边的这个东西就特别特别的多 齐刷刷的说怎么的 齐刷刷的就站到了说 金大勇这根签 今天晚上先去打聂磊的叶总会 你等说把聂磊引过来了以后 把聂磊给我干了 听了吗 把聂磊干了 紧接着把聂磊给我带过来 我得当着这个赵毅的面 把他俩腿全掐舌 而且人家拿什么打 不拿枪砸 他们这帮人很聪明 我拿锤子砸 你拿枪磅着喷着一枪 它是一回事 但是你拿锤子光光光就这么凿 它又是一回事 性质不一样 我说的对吧 我说的对吧兄弟们 六七十号人 颤着夜色奔着他的西义城 四方区的那个西义城夜总会就去了 富贵啊 不能说他倒霉 只能说这小子命比较大 但是今天晚上富贵也没在这个地方 谁在这看厂子呢 你知道吗 他们都是轮流过来值班的 今天晚上是史殿林在这看厂子 富贵没有在 陪着夜总会的一帮大客户 出去喝酒吃饭去了 说你看这个夜总会里边 灯火辉煌 灯火通明 紧接着门口就来了六七十个人 而且基本上得有一半吧 都是东北的 一说话谁呀 咋的了 怎么了 招的呀 消的呀 全这 养的打手 都是从长春那边过去的 往门口这一停下 二话不说 东北的刀枪炮也敢干 这一进屋不说别的 哐哐这两小子 就是让孽里出来见我 舞台上那蹦低的也 他妈不蹦了 是吧 那个你包括这底下 这个喝酒的也不喝了 但是谁也不想走 他们都想看看热闹 那六七十人这一进来 领头的一个大光头 叫金头 他跟着金大宇 他也姓金了 给起了个名啥 叫金大头 金大头 领头这小子 跟田东旭那体格子 一样一样的 往跟前嘛 这一站上 对面你看 史电林就出来了 从办公室里边 一下子 咋的了 来了他们六七十号人呢 史电林这边 在对讲机里边 一招呼 娃娃 这也是叫出来了 一大帮人 二三十个 在这 在这个地方 包括你像大林的朋友 但是啊 只有一多半 二十来个吧 是在这看场子的 敢打敢干的 人家从这个保安室里边 把这五连的啥子 就蹬出来了 从这边 把这五连的也蹬出来 嘎巴就往这一立上 怎么的 谁想打架啊 我看看 谁啊 史电林啊 横刀立马的 往这一站 咱该说不说 大林他们绝对有格式 这小子 绝对是硬 那不是一般炮啊 往这一站 金头也拿着五连刷 在那怼着他 史电林现在最喜欢的就是 你只要敢跟我对命 我绝对给你机会 这小子绝对硬啊 绝对仓啊 这小子啊 往这一站 金头就说了 你叫聂磊啊 我不叫聂磊 聂磊是我哥 这小子有个毛病 说句话他放了一下 让聂磊出来见我 有事说事 打了我们老板 这绝对是不行 一说这个话 史电林知道了 哦 原来 你是赵义的人啊 雷哥那是 这个大林那是一笑啊 你们是赵义的人是吧 你别管我是谁的人 老板让咱过来收拾你 把聂磊交出来 让我带走 要不然的情况下 坐地他妈给你开皮 听着没 再给我一把来 把这一把递过去 把这把拿来 趴着一路 说一句话 放一响子 说一句话 放一响子 哎 但是你看 大林当时说了一句话 这样啊 咱们别在屋里边 你也别在这打我天花板 有能耐你打我脑袋 你打天花板 算他们什么英雄好汉的 来来来 哥们咱俩出来闹呗 对不对 咱俩上外边去闹去 你说的啊 上了外边 我他妈打你 你可别跑 听着没 听着没 这一说这话 大林他们 哎 从屋里边 这一出来 十多个人 哇这一出来嘛 把这个小街上 就挤了个水泄不通 大林在这拿枪指他 他也在这指大林 你看 在这一时间段 是最最最最精彩 最最激烈的时候来了 你是奔着砸场子来了 我能给雷哥打电话吗 我要是连这种突发事件 我都处理不好 还得让大哥来 我就不配在这看场子 这他妈一出去 大林可上手了 有命案 刘毅史电林 94年 95年 96年 97年 98年 这五年 是风头最盛的时候 到99年 2000年 谁最牛逼了 任浩 他们就牛逼了 一个任浩 一个熊利新 这哥俩干了雷哥 说一代新人 换救人 基本上 电林他们也就不打打杀杀了 帮雷哥打理打理生意 真正干的时候 那就是任浩 他们这帮人了 这一出来 大林一瞅 还真他妈出来了 你带这六七十号 虽然我就二来个 大林讲话了 老子他们绝对不出去 朝着人群里边 狂就一抢 后边那二三十个 打 这一说打 在门口这个地方 这就崩起来了 这六七十个 让大林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真干你 那有小兄弟就抓紧时间给谁 抓紧时间给念雷打电话 雷哥坐办公室里边 这一接上 喂 雷哥 你赶紧带兄弟上叶总会来 叶总会有人过来闹事 是赵一找的 电话一令 雷哥这边带着刘毅 刘凤玉了 王群丽了 紧接着 说你看打架永远少不了他 谁呀 于飞 飞哥这么仗义的一个人 你听到这两天快出事了 啊 于飞拿着电话这边一接上 喂 雷哥 飞哥 你抓紧时间到四方区 我那个新一场叶总会啊 有人要砸我厂子 六七十号人 人好像挺多 你抓紧时间过去 十年龄在那块呢 我估摸着他停不了多长时间 行 我马上过去 你别太着急啊 我这边马上过去 我带着兄弟 好嘞 电话夸着一料 于飞这边往往往往这边走 雷哥这边咖咖也往这边干 但是史电林还真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知道吧 一开始是跟人在这对着喷 火拼 咱讲故事归讲故事 咱不能瞎讲 不能把人讲的这么神话 一整个枪战片一样 对吧 基本上是手里的五连崩完了以后 就得赶紧换砍刀 因为你没有时间给枪管的 拜开 等会来哥们我换个子弹 你没那个时间 就光光光光几下子 我能干到几个 干到几个 这头五下子 要的是啥呀 头五下子 要的就是一个范儿 我能把你这个小气场打住 我就打住了 打不住的情况下 我就得跑了 你别看这二十多个 一二三四五 每个人给来了几下子 基本上没落什么下风 紧接着史电林从后边 把这玩意就掏出来了 打 这一说打 完了 完了 不用这个东西打了 那人多与人少 这就能差出来了 有个小伙子从这地下捡起来个钻头子 把这个金大头他们这人拿手里边拿着钻头子 就这么打 有的拿着皮股瓶 有的拿着砍刀 现来的你没有那么多机会准备呀 史电林当时就上去了 这小子真他们敢干 但是有这么一点 豪虎架不住群狼啊 咱别说群狼了 来十个藏鸥你可能也受不了啊 来十个小猎狗你可能都受不了了 全都朝着史电林来 这是最操担的 这也是最要命的一个事 知道吧 而且啊 史电林跟谁关系最好啊 一跟刘毅关系好 第二跟于飞关系就贼好 为什么雷哥在电话里边 给这个于飞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你赶紧去 大林资格在那儿呢 可能挺不了多长时间 于飞这一上道 坐在副驾驶手里边 拿着这玩儿 那就油箱 油门基本上就踩油箱里了 为啥 他琢磨你啥 他也知道 聂磊最近得罪了人了 给人打了 可能是人家那边组织报复来了 六七十个人 大林就是再能打 他太知道叶总会里边有多人了 基本上是没有胜算 你让人打得措手不及 对不对 现在于飞心里边想的是啥 我要是能及时赶到 我给我兄弟帮帮忙 我得把我兄弟救下来 我要是不能及时赶到 如果大林真要是今天晚上出事了 作为兄弟 我是不是得给大林收个诗啊 讲故事归讲故事 在那一个时刻 你不得不允许人家于飞多想吧 那史电林也不是铁打的 也不是金子柱的 怎么得干砍你不死啊 打腿上没事 这要是哐嗓一下子 给你天灵盖掀开呢 就越想越害怕 就越想越害怕 越害怕 快快快 赶紧紧快点来 快快快 这一说快 史电林这边那可操大了 不知道就有谁 从地下捡起来个砖头子 大林这边拿砍刀 揪个小子 筐筐正在手里边拿呢 他不敢过去 直接拍砖头子去 这小子 咱不知道之前练过啥 是他妈投签球的还是啥呀 就这一板砖 砸的就贼稳的啊 操 爬着一扔 这边 大林哥 大林 这一回头 不该回头 结结实实这一板砖 啪这一下子 砸到门子上了 你想想 板砖两半了 但是我觉得回头也行 要是不回头砸后脑海上 这一下有可能给砸死 后脑海不能随便砸 对吧 一回头 啪这哑哑 一这个 你看他一这个 上来了三四个 啪哑 一人一搞吧 朝腿上 啪 啪这一下 给大邻居想撂倒 使电林呢 心里边琢磨啥呀 我不能倒 咱讲故事也不止一回说了 打仗的时候 尤其是一小打多 打群架的时候 最害怕的 一 让人揪住头发 摁地上 第二 让人打倒 一旦要是打倒 放心吧 一圈人给你一围上 哗哗哗 就是一顿乱干 基本上这人就废了 你就是能活下来 你也得是这个了 你也得是这个了 那不逮着啥 打你啥呀 刚要倒 使电林 嘎巴这边就起来了 下一狗吧 朝着肩膀上 打 打肩膀上了 就这个啊 使电林抓着他的这个东西 就开始往下抬 这边就实际往下摁 目的是啥呀 把使电林干倒 然后上来一帮人 直接给他砍死这就得了 那使电林不得 就靠着最后一点意识 你想想 一板钻 平红啪一下子 干倒门上了 现在这脑袋得多懵啊 那西花枝 咔咔的往下流 五六个人 凑准机会 把他膝盖来 把他膝盖 把他膝盖 这边 使电林自个儿 玩了一手啥呀 突然这一弯腰 这边啪的一下来 一线一来 使电林拿脑袋 朝他脑袋上 啪 啪 这一 一热了 大林紧接着从地上 把这把刀就捡起来 一下拿手里边 你看着啊 这一下子 大林就下死手了 他可不砍了 我现在要是 再不跟你玩玩命 我就完了 拿着这个东西 朝着这一块 啪 啪 啪 就一刀 紧接着这个手 就速度极快 转了一圈 啪 这一撤出来 一撒手 这小子 一脚丫子 就给踢地上来 大林手里边 拿着这个东西啊 现在已经说啥呀 不行了 眼前萌萌的一片 啥也看不着了 他就隐隐约远感觉 有个拿着砍刀的 还是搞把子 小伙子朝他就过来了 他就凭着点感觉啊 感觉快到跟前的时候 一把咔嚓 就又拿住一个 你等说这小子 让大林拿住的时候 那脸色下的 撒白 撒白呀 紧接着啊 闭着眼睛 就 其实你感觉 劲儿挺大 就刚才大林扎的 那个 你觉得劲儿挺大 但是捅进去了 没多长 捅进去了 能有这么长啊 一转圈 拔出来了 这小子在这捂着 啊 不行我要死了 我要死了 就这样 大林在手里边拿着 别的地方全没印了 唯独这个左手 就异常的有劲 这把刀往后边这一扬 你怎么 这又一刀 奔着这个大腿啊 肚子 大腿 这正中间 这个地方 它不是个骨头吗 不是盆骨吗 扎了一刀 感觉没捅进去 就又往上 朝着这个地方 啪就来了一刀 一撤下来 这边不行了 一撒手 这小子突入这儿 后边一吓 来了六七个 快 打倒他 打倒他 六七个人 拿着狗吧 有的朝着后脑海 有的朝着大脖子 有的瞄着背 有的瞄着膝盖 五六个狗吧 刚要举起来的时候 大铃当时 你想来吧 完了 我现在已经没有力气 我再回头 我再跟你们比划了 没劲了 一摇摇 来吧 摁倒了 我就十多秒 可能我这个人 就交代在这儿了 对吧 你就听到了一个 久违的声音 大林 哥哥来了 于飞来了 一下车 于飞 手里边拿着小五连 一看大林自个儿 在这站着都快站不住了 后边那五六个眼瞅着 再有个三两米 就干上他了 于飞 刷就过来了 撬你妈 光光就是四五下子 飞哥这帮兄弟 打 火力压制嘛 紧接着谁过来了 聂雷到了 聂雷这一到 几大金刚一下来 刘毅当时一瞅 大林呐 史电林在这拿个刀 大林 他夸着一撸 打 他们那边没啥子弹了 这边子弹全是新换的 一下过来了七八十号人 咱说有三十个人拿着五连 一人三 一人五响 这就一百多响 这一百多响 足够压制这六七十人了吧 这一看他们人来了 金当头一看不行了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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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跑吧赶紧跑吧 这一说赶紧跑 后边这撵着蹦 于飞这小子拿着五连 给我来 五连 打完了之后 旁边兄弟又递给他了一把 一边跑朝上面 啪的一股 别跑来 打死你们 撤 身在后边撵着蹦 开来的车都不要了 一个个给打着 啪啊 别打了 快点 一看怎么这么猛呢 于飞是真干 你在后边 于飞长得也吓人 从这儿到这儿 不一个刀拔吗 就俩手走着在这儿 哐哐哐 而且他打的也贼漂亮 于飞啊 有点小高那个劲 正常来说 你还一打 啪他往后一撤 他就顶着你这个劲 每一次打的时候 他都往前一顶 每一次打的时候 往前一顶 就贼潇洒 别打 打 他这么的 啊 这么的 让于飞抓着一个 跑着跑着 趴着一个 大羊马叉 后边兄弟看了 他也没管他 娃娃这边就开跑 于飞就朝那地上 来了两下子 别动他来 别动 抓起来来 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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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说抓起来 给这小子吧 从地上薅起来 于飞拿着左手 往墙角上 扒着一顶 这手掐着脖子 说 谁让你们来的 说 我 我说不出来 于飞稍微松了松手 说 谁让你来的 不说是吧 来 整那边去 来 整那边去 大林一看于飞来了 雷哥来了 在这站 站着 好 不是晕了 而是啥呀 实在是没劲了 挺不住了 浑身哪哪都疼啊 就在这一瞬间 你透支的力气 你可能说 比干两天小工活 都要累的哈 大林光着 往这一挡 刘毅当时过来了 大林 大林 我操没事 没事 死不了 死不了 挨了两根棍 我脑袋疼 挨了两根棍 死不了 没事 于飞揪着这个 来来来来 过来来 过来 过来 往这这一揪 朝着这后波梗上 拿着家伙事 往这一顶 雷哥 抓着一个 来 来吧 谁让你来的 谁让你来的 是赵毅吧 有能耐 你他妈弄死我 啊 成全他 于飞啊 把这小丸 往旁边修那一递 从后边啊 给枪刺 一拔出来 手 往脖子上一抢 往地上一按 朝着肩膀上 操 这边没反应过来 不在这捂着呢 把这个手往后边这一背 这边不就露出来了吗 朝着这肩膀上 这一枪刺 操 啊 啊 啊 于飞从地上 给脑袋一抓起来 在后边 小枪刺 拔着一整 就整这了 说 谁他妈让你来的 我擦啥树啊 你要不说 现在我他妈给你抹了脖子 别来 我说 说说说 说 说 谁他妈让你来的 啊 说 赵毅 赵毅找到了 我们金总 金总让我们过来 打你累来了 谁是金总啊 啊 山东青岛皮 又总拜 咱们的 送他走吧 你要说送他走 我现在耗脖子 我让我兄弟递给我把开山砍 我就直接给他抹了脖子 就这么整 是最漂亮的 知道吧 把你从地上拎起来 人在后边 低了起来以后 把小刀往脖子一放 刺啦这一下子 这在恐怖组织里面叫啥呀 割喉 对不对 这叫割喉 移了起来 往这一放 但是你不能这么干 他毕竟就是个麻崽 你扎他两下子得了吧 对吧 那你看 给这小子放了吧 这一下子 聂雷在青岛 就有点四面楚歌了 发没发现这问题 兄弟们 成长的快乐 往往就是这一点不好 在一时之间 让你双拳难敌 四手 哗哗这全来了 这边照应没解决完 人家还找来了一会儿 青岛啤酒的总代 而且人家在烟台 还有人 这一波没干过聂雷 人家肯定还得从烟台调人呢 这一下子就四面楚歌了 成长就必须得这样 除非说 你看我慢一点 我三年一小步 我五年一大步 可能说到五十岁 四十多岁的时候 聂雷 要是有现在这个成就 他就很安心了 你就不会有这么多麻烦事 那 把这小子放了以后 给大林救下来 回到皇冠家日酒店里 搁几个该洗的洗的 该干啥的干啥 你看 金大头这边回去了 就说了 你看 聂雷这小子不是这么好摆了 他比我们想象的要顽强很多 如果有必要的情况下 从烟台那边找着人过来 直接一次性就给他摁趴下 金大勇说行 妈的了 我没合计这小子 这聂雷这小子这么敢干吗 这小子这么牛逼吗 打电话 马上给烟台打电话 一排排黑色的小轿车 缓缓的趁着夜色 驶入了青岛 准备呢 对聂雷这边下手 那么你看 你有张良纪 我就有过枪提 回到了佳日酒店以后 王群立说了 哥呀 有点四面楚歌的感觉了 这东边打了 西边打 西边打了 南边也干 你觉得呢 雷哥这边一点头 我感觉到了 我估计了他们还得来 赵一应该没少给他们钱 做好认为吧 四面楚歌 双拳难敌 四手的情况下 咱就得学会找帮手 你觉得怎么样 你的意思是 如果戴哥知道 咱现在这会儿这么难 他能不过来吗 如果李正光知道 咱这会儿这么难 他能不过来吗 如果叶涛知道 咱这会儿这么难 他能不过来吗 这么有钱的两个啤酒总代 你再加上一会儿烟台的 我觉得 这俩人要是在背后 拿着钱支持着 咱们能顶住一回 顶住两回 绝对顶不住三回 绝对顶不住五回 公平上告诉我 对不对 第一波顶住了 第二波有可能还能顶住 第三波还能顶住 但是打着打着 你可能就没钱了 打着打着 你受伤的兄弟就越来越多 但是人家那边 一个劳山总代 一个清少总代 源源不断的钱给着 我就打你 打仗不就打的是钱 所以说打不过的时候 咱们就得学会请帮手 也不用客气 你看 这哥几个他就是有缘分 代哥这边刚到北京 电话回给你来了 一看是代哥的号 王群绿也就说了 咱就借会下驴 将棘就计吧 直接实话给他说吧 对不对 毕竟也是因为说嫂子的事 雷哥这边巴了一点头 其实念里很少 说这个开口求人 那这一把呢 确实有着四面楚歌 这个东西不丢人 你包括正光了 代哥了 不也找帮手吗 雷哥过去也帮过家代 对吧 拿着这个电话 趴着一街上 不是说雷哥这帮人 他不能打 而是你盯不留挺长时间 拿起了电话 啪这边这一街上 喂 哎 代哥 兄弟 我们这边都安全的到了 你怎么样啊 我这 不太好 不太好啊 所以你看这不太好 是怎么个不太好法的 今天这个叫赵毅的 他找人了 找的是山东 整个山东 这个青岛啤酒的总代 挺有钱的 今天找了六七十人 去砸我叶总会去了 大林受伤了 我这刚把他救下来 那有这种事 你怎么不给我 打电话呢 哥呀 我不是一个喜欢开口求人的人 我觉得我能把这个事办好 你拿我当兄弟了吗 我都别说你拿没拿我当哥 你拿我当过命的好哥们了吗 你没有 兄弟 你这么帮我 我媳妇去了青岛 你这么护着他 这个事我要是不管 那我家带还是人了吗 你等着我 咱不是四面楚歌吗 我救你去 咱给他来个八面玲珑吧 带哥 那就 尊敬不如从命了 你等着我 电话趴着一溜 这能行吗 我必须过去帮他去 人家这么帮的我 我凭什么不帮啊 紧接着 这边电话 打给李正光了 带给 李正光从冬被也回来了 麦当纳叶总会刚下班 刚到郑和茶楼 洗洗澡 准备喝点茶 睡觉了 一街上 喂你好 郑和茶楼 我是李正光 正光啊 念磊那边有事了 你去不 不是带哥 你得把那个布子去了 我怎么能不去呢 那就行 咱哥俩过去吧 去捧捧他 头几天 这过你嫂子出事了 这人念磊没少给护着 是办得特别漂亮 再一个那之前的事 我也跟你说了 就那一百万的事 李上网来 我又给他一台车 咱去吧 咱哥几个就出呗 干咱这一行的 全国各地没朋友 那不行啊 那行啊 那咱去呗 好嘞 电话啪的一撂下 带着小霸王高作剑 陈洪光 朱庆华 老六 古安东他们 哎 范庆正 娃娃就开始奔着这个 哪开始去 奔着青岛开始去 你看 一夜之间 青岛好像要变田 这边从烟台又来了 百八十个 领头的是烟台八小当中的老大 徐成辉 这哥们太勾手了 过来捧来了 而那边呢 家代李正光 已经是悄悄的来到了青岛 现在谁也没知声 都在各自招待着各自的朋友 表面看似风平浪静 实际上已经是暗流涌动 这就注定啥呀 这几伙势力也即将在青岛上演一场 世纪 大战